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咱们继续聊聊福建莆田欧金中杀人案 因为这几天有很多媒体到现场去做了采访 对凶手家属和被害人家属以及村民和村干部都做了大量的采访 而且现在有很多文章出来了 这个报道呢,有很多很有价值 我今天挑一个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篇报道的名字叫 莆田命案案发第七天 嫌疑人欧金中任在逃 家属称曾干部处理纠纷时曾索要财务 这个你看家属爆料又开始引导风向了 叫索要财务 这个是观像台媒体 然后有记者有编辑 下面我们剪重点的念 我主要是先把这个欧金中和欧某贵 这个宅基地纠纷 就介绍一下 看他采访的是什么 这个案子一出来的时候 这个把欧金中就描绘着一个五年建房不成 全家人在铁皮房子牺牲 其中还有89岁老人 这样的信息 顺速刺激了公众 五年 然后呢 老生人被称霸欺负的多年终如爆发 支持欧金中一度成了主流声音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蔽露 事情的真相却变得越来越复杂 好 我这个先不看了 弯下看 此外 该回应还解释了争议的重要源头 是早年欧某贵哥哥将约100平米土地赠于其妻子的妹夫 即嫌疑人欧金中盖房 欧某贵认为哥哥私自将共有土地无偿送给欧金中 曾进行阻拦 1995年 欧金中在该地块建房时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致双方轻伤 2017年得知欧金中要在受赠的土地上拆旧建新 欧某贵再次提出土地权归还要求 郑政府出面协调 达成妥协的土地分割协议 欧某贵表示认可 但欧金中妻子不同意 导致协调失败 我待会再告诉大家 欧金中妻子为什么不同意 案发第六天后 欧某贵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详细讲述了争议的过程 按照欧某贵的说法 欧金中原属善林村第八生产组 而他的旧房所在地块临近的村民都属于第七生产组 欧某贵说 我嫂子是他老婆的姐姐 所以1995年的时候 我哥就让他过来我们的地里建房子 欧某贵表示 这块土地本属他们兄弟共有 他当年并不同意哥哥的决定 因此他和欧金中起过激烈的冲突 他把我的腿打上了 我去住院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把房建好了 20多年前 农村土地管理相关手续较为欠缺 土地归属多靠村民间的约定书 欧某贵表示 他出院后建欧金中家的房子已经盖在那里 他也就承认了个既定事实 到2017年当欧金中准备修建新房时 双方的矛盾再次爆发 欧某贵认为欧金中已占了原有土地的情况下 趁着翻盖的机会要侵占更多的自家土地 不管原来的 但他万西挖的地就是我家的了 我肯定不乐意 那是我的地 就去和他吵 记者采访了欧金中的弟弟和妹妹 他们对欧某贵上述说法并不认可 欧金中确实和欧某贵的哥哥是连进关系 欧金中的妻子和欧某贵哥哥的妻子是亲姐妹 此外双方其实还有一层关系 欧某贵弟弟的妻子 是欧金中亲叔叔家的女儿 所以说起来双方关系还是很近的 但是欧金中和欧某贵这些年关系一直不好 但是到底是换地还是买的 我当年年纪还太小 不是很清楚 欧金中的妹妹说 那欧金中的妹妹没有提供有效信息 就是这个地他不清楚 当时建老房子的时候 400平米中 当时大多数是山地乱石头 是欧金中填平整理好的 然后又换成或者买了几块小地 就包括买了欧某贵哥哥的一块 很小的一块 具体多少记不清了 欧金中弟弟说 这个我一会给大家解释 这个事已经说不清 欧某贵的哥哥已经死了 欧金中现在这个情况 是二三十年前的事 还不是欧某贵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原来老房子是400平 披下了150平建房子 还是在原来400平的范围内 而且欧金中的房子 离欧某贵几十米远 怎么会侵占 他的地呢 欧金中妹妹说 欧金中的妹妹说的这话 可信度非常低 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 欧金中是善林村八组的 然后呢 欧某贵 以及欧春九 以及这个欧金中 现在盖房子的这个地 都属于善林村七组的 大家对农村可能不太了解啊 你是八组的人 那你祖辈你父亲 留下的宅基地都是在八组 农村里啊 这个土地啊 分为这个宅基地 自留地 还有耕地 耕地是国家 是集体的 是承包给你的 不是你的啊 所有权不是你的 宅基地的所有权是你的 然后呢 自留地呢 也算是你的 就是不清不白 这个 它也不是耕地 然后呢 也不好确权 自留地 自留地一般都是什么地 都是什么山坡边上呢 比如山坡 你把刨一刨抛平了 就变成你的地了 然后在河坝上呢 或者什么地方 总之 还有你无前无后的 你自己刨出来的地 都算是自留地 这个农村里盖房子 一般宅基地盖房子 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呢 因为宅基地嘛 你比如像欧金中 他有哥哥有弟弟 他就兄弟杀了 兄弟杀他爸呢 可能就一块宅基地 那盖房子怎么办呢 那就是可以申请的自留地盖 但是那个山林村啊 我看了一下 山林村人均是只有1.5分地 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地 地非常紧张 在山林村八祖的这个叫欧金中 他没有地盖房子 可以这么说 他没有自留地 宅基地要么给他老大了 要么给他老小了 对不对 他爸就一块宅基地嘛 给谁呢 兄弟杀 所以欧金中没有地盖房子 那么他就到了山林村七祖 七祖这个地是谁的呢 是他老婆找他妹妹的老公 要的一块地 这个老公就是欧金 欧什么贵的哥哥 对不对 要了一块一百多平的地 好在这个地上去盖房子 然后他通过这一百平 然后收购 对吧 咱说土地要收购 他把边上的这个别人的地 花钱买或者换地 比如说我的自留 或者我的根地 我的哪一块小的地 咱们换换换 捣着捣着 捣着一个四百平米的一个大地出来了 但是欧某贵是不同意的 因为这是他哥哥 把他跟他俩的自留地 就是欧某贵的爸爸 留给欧某贵和他兄弟俩的自留地 哥哥没有经过地底同意 把这送给了这个欧金中 那欧金中呢 或者就是换了吧 但是弟弟是不同意的 那么欧金中就在这上面盖了房子 为了这个他打架了 但人房子盖起来 要既成事实 欧某贵的也没脾气 可能也威权 但这次17年 你要把房子霸倒的时候 人家就来了 不准再盖了 因为这地有我的 但是村里面一调解 是你的 你拿走 然后他哥哥这一块还给他 对吧 然后呢 他再调整 但是这个地边上还有欧某贵的地 因为自留地嘛 可能不是那小块 还有 这就是纠纷的所在 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 一个山林村八祖的人 赤手空拳 到了山林村七祖 打下一个400米的江山 什么概念 而且是靠欧金钟的老婆 走的是这条关系 那么欧金钟的老婆 是欧金钟家的这个顶梁柱 主心骨 因为地是他弄来的 不是欧金钟弄来的 欧金钟没这个水平 没这个能力 是他通过他妹妹 要来的这块地 农村这关系 那么在家里 就是欧金钟老婆 可能就是比较强势 说了算 你看每次调解 都是他老婆不同意 欧金钟同意没有用 当家的是他老婆 咱们再玩下看 据此前媒体报道 2019年9月 欧金钟正式将旧房拆除 建新房迫在眉睫 几乎人家冲突愈发激烈 欧某贵说 关是他和欧金钟两方 村里和镇里就来调解了三四次 村长和村书记都曾参与 曾提出过欧金钟向欧某贵买地 双方换地等法案 最近解决一次是他做出了让步 他原来房子长宽十几米嘛 我就说扩大到24米吧 可以盖连树 但是这些方法均被欧金钟老婆拒绝 然后欧金钟亲属这番怎么说呢 最开始的确调解过 但是他们提的要求 我哥根本不可能同意 欧某贵明确说 只有把400平米中除去150平米的剩余部分 都给他们拿去分 他们才不会走脑 这样要求我哥怎么能答应呢 后来又陆续调解了几次 调解不下来 再后来就没人管了 欧金钟妹妹说 好这个争议在什么地方 争议就是说 好你17年你批的时候 你原来的宅基地是400米 这400米里面有欧某贵的 对不对 这个已经确认了 认可了 然后呢 现在说政府只能批你150某 因为一户不超过150某的宅基地 好 150平的宅基地 好 那么这150平米你盖哪 那你还多说250平米 这250平米要还给人家 欧某贵的他要 这是一个一种方案 这欧某贵坚持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 欧某贵的意思是说 那你要 要么你就把我这个地全部买走 全给你换走 因为150平米的地 你盖在这 然后附近的地呢 因为农村的都这样 你盖在这 这附近你的其他地啊 迟早会被别人占完 你知道吧 因为他就住在这 你又不住在这 你住在里面有点路 他就是鸡呀狗在这 养在这 你最后反正你那种什么也种不成 最后那地就不明不白就是他的了 就是这样 尤其是小地块 特别小的地块啊 如果一个大地块 我还在那盖房子 会干个啥 对不对 养鸡 我可以在那 把围墙一枯 小地块你枯围墙不知道 可能就是一分两分地 所以说呢 欧某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要不这样子 我把这地全给你 你爸给我钱 要不就给我补别的地 这也是个方案啊 但是欧金中老婆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不掏钱 我就能占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要掏钱呢 我不掏钱 我不要 我就要这150平 生下的呢 该是我的 你没有脾气 不是我的 也是我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住在这 时间长了 这就是我的 这叫自留地砸地嘛 知道吧 都是一小条一小条的 边边角角的这种地 都是 你看那争议都是十平米 十平米的嘛 十平米什么地啊 就是两米宽 五米长的这么个这么个地 那你要在我门边上 在我房子边 那就被我占了嘛 明白了吧 时间长了就是我的 再过个50年 谁都说不清了 就是我的地 所以说他老婆打的就是算盘 人家欧某贵打的什么算盘呢 就是我 我说不清了 我就给你算 全给你 你爸 把我换走 别的地方拿地给我补 要么就给我钱 我也不给你扯了 这个按理来说 我是倾向欧某贵的 既然你要 我就全给你吧 但他老婆不同意 又是他老婆不同意 再次说明 他们家是他老婆的座主 好 我们再说说这个 欧春九的这个地 咱就不说了 欧某通的这个争议 有不大 因为欧春九的这个争议啊 最后是两千块钱就能解决 又是他老婆不同意 这个报道的啊 人家欧春九就说 两千块钱就完了 这个地就给你了 但是欧春九的老婆不同意 所以再次证明啊 你所有的方案 欧春九同意没有用的 比如说他老婆同意 说明就是他们家 就是他老婆做主 这就是为什么 明明他们俩离婚了 那这盖房子还是他老婆做主 为什么 我刚才说了嘛 原始股股东是他老婆 这个地是他老婆弄来的 欧春九是个窝囊费 说不好听的 他没有任何发言权 大家脑补一下 想一想啊 这个地是他老婆弄来的 根据地 然后逐渐扩展的 现在还要再扩大 他们俩已经离婚了 他老婆也在城里买了房 但是他还在遥控着这个地上的建设 我不知道他们婚是怎么离的 这个离婚这个农村这块地 这房子给谁了 不知道 好 我再说说这个重点啊 叫所会 村干部所会 然后呢 你看他亲属怎么说的 其实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根本原因就是在村里的干部 欧玉慕化名身上 为了证实这个说法 欧金中家属向记者提供了一封申诉信 这封申诉信的落款事件是2019年10月 申诉人为欧金中的妻子 上面载名 因早期自建的石板房 以成飞房 去部门 来我家喝食那天 那时候 欧玉慕是本村土地园 现任是村什么什么什么 代替具体职务 他叫我们买烟给他 他要帮我们走后门 他说他在什么外面等我们 叫我们送过去 我们没有送过去 过一段时间 房产证审批出来了 就是在2017年 我们送一条烟到他家里去 他摆着脸色 我们有400多平方旧房子 给村政部门要求留一间 给87子的婆婆住 等房子建一层拆掉 他们硬要我们全部拆掉去建 说医护只能一宅 可是我们村很多医护多宅 村什么收不够力就叫欧某贵 欧春久 欧某通 他们来闹 我先把这解释一下 这个欧金钟的妈妈 是跟了欧金钟大哥过 这个农村都是这样子的 你欧金钟没有宅基地 宅基地都是他老婆弄来的 就是在他爸爸那 他没有继承宅基地 那么谁继承了宅基地 谁负责养老母 明白了吧 农村都是这样的 那么很显然 他妈是跟他大哥过的 他大哥已经去世了 那么就跟着他大哥的儿子 跟他孙子在一起过 住在他大哥的房子里面 然后欧金钟和他老婆 为了多要房子 他就提要求说 我这一宅一户一宅 但是我这个妈妈还在 89岁了 我要给他在这盖一间房 那肯定不用水 因为他妈不能单独离户 每一户只能一百五十平米 然后他说我给他留一间房 那人家政府也不通意 你必须全部拆掉之后才能盖 你不全拆掉 你盖盖完之后 你那不拆了 政府那你没办法 他再到时候老娘忘了一住 你就拆不了了 这就没办法了 你知道吧 这就是他耍的小算盘 人家不干 这就是无理取闹 然后呢 他的理由说别人都这么干了 那没有关系 这个咱也说不清楚了 别人这么干 那就让纪委去查去吧 反正对不对 那既然有这样的腐败 那纪委就得去查 别人家是不是有 既然你规定了一户一宅 居然还一户两宅的 这不是你欧经中无理取闹的这个理由 你妈跟你大哥过 一定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补贴的 比如他妈跟着他大哥 那他大哥是不是分房子了 或者什么就已经享受了 这回把你妈也弄到这边了 再享受一回 把你妈当筹码 当一个人质来要挟 说的不好的农村就怎么干 养的时候都不养 但是一说他妈有用了 一定要搞过来 我们继续看这生存信 从这份生存信中就能看出来 为什么他们三家明明跟欧经中的房子没有纠纷 却硬说有纠纷来闹了 在这三家当中 欧某贵当带头的 因为欧玉木和欧某贵是同学关系 而且是发小 关系很好 是欧玉木招欧某贵出面的 欧玉木还曾经说过 就算这三家解决了 还有别的家会闹 就是欧玉木当初要东西 欧经中没给 因为欧经中觉得 是在自己老宅上建房子 为什么要给欧玉木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才会出来后续的事情 欧经中家属说 这是那个申诉状 好了核心就是刚才我念的 我们第一次视频的时候 那时候网上刚出来的消息 一边倒全是欧经柜 然后是抗暴 杀村霸 村霸阻挠的建房 然后五年没有地方住 然后老母亲住铁皮房 对吧 很惨 申诉无门 是这么个形象吗 所以一下把网友的热血点燃了 愤怒点燃了 就炸锅了 觉得杀的好 很多人甚至说 孩子都看的对 实际上呢 因为我 我当时一看这个局 就有毛病 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 我就说了 你一个砍孩子 第二个 你三家有毛病 肯定你有问题 性格上有问题 那么这个就正是我说法了 现在你看啊 他的妻子欧经柜的妻子 已经开始转风向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舆论和信息啊 已经揭露了 这个欧春酒 它不是个村霸 你把它包装这个弱民杀村霸 说不过去了 因为村霸总得有标准吧 什么叫村霸 一个八十多岁的村霸吗 十几岁的村霸吗 怎么叫村霸呢 所以说 说不过去了 说不过去了 它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呢 变成叫 村干部勒索索惠魏臣直死爪牙 去阻挠他建房 是这个意思了吧 故事已经发生转向了啊 叫村干部索惠魏臣 然后恼羞成怒 直死同学爪牙 然后这个来阻挠他建房 充其量这个欧春酒受害人是爪牙了吧 不算称霸吧 这个阻挠他建房的叫欧玉木啊 他已经这指明了就是欧玉木索惠魏臣嘛 指使人家 那他主谋是欧玉木 你要反暴的话 你杀欧玉木啊 没错吧 你杀个欧春酒有啥意思吗 欧春酒他们俩的争议就是两千块钱啊 你掏两千块钱就完了 是他老婆不同意啊 两千块钱人家就协议书签了 你去盖房子就完了 至少少一个对手嘛 所以他把描绘成什么 描绘成村干部索惠魏臣 然后指使三个爪牙来 来迫害他五年没改成房子 好 你要杀 你说反抗 反暴 谁挡着你啊 欧玉木 那我就杀他 因为他所惠为人 就要两条烟 没要成 没有 欧春酒无非就是嘴碎一点 你们俩家集院已经久了 他动不动就在辱骂 什么又发朋友圈了 又是刺激了 确实是我昨天我视频也说了 这是被害人呢 性格有问题 你这个时候不要激怒人家了 他激怒了 把他杀了 但是这无论如何跟抗暴 跟什么什么杀 村霸扯不上 现在谁说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就说欧金中的老婆说的全对 那跟村霸也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以他们刚开始放出来 那个消息是有问题了 全部是误导网友的 好 我们看看铁壁房是什么建的 2019年9月 欧金中正式将旧房拆除 就是2019年9月才把旧房拆掉 那么到现在为止 整整在两年 那么说五年没有地方住 五年住铁壁房 这个谣言是从哪来的 谁释放的 看到没有 谁在带风向 好 那我把大体的这个关键点都给大家念完了 念完之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 我相信大家读完之后 自己自有评论了 大部分网友都是一腔热血 都是饥饿扬上 就是那种心里的这个争议感 就是爆棚 一接收到信息的时候 马上就把自己带入 然后就天然的就认为这是真的 从来不说 就想一想 这个东西 谁给我喂这个料 谁说这个什么意思 首先我看谁给的我这个料 第二个 你这个料真的还是假的 你是要干啥 他不想 他只一看到这个 哇 炸锅了 太气神太神了 杀 杀得好 不像我 我会仔细看 我第一天我就觉得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欧金忠有问题 你把他们包装一个 看报的一个什么良民 什么老实本分人 说不过去 欧金忠就是一个 在家里没有地位的 这么一个男的 都是老婆说了算 而且他给他们家的江山 是他老婆打架的 离婚也是他老婆要离的 离完之后 他老婆在城里买了房 欧金忠没有买房 那说明离婚的时候 欧金忠啥财产都没拿着 然后呢 农村的房子 还是他老婆的 他老婆说 因为所有的签字 他老婆签 协议他老婆不通议 就签不成啊 那么欧金忠在家里面 肯定是窝囊 我说他性格有问题了 现在很窝囊 然后呢 家人这个欧 欧春久啊 这个被害人呢 嘴碎了一点 老实骂 欧金忠的老婆也骂他 也骂欧金忠窝囊 说让你砍 你都不去砍人啊 这有媒体报道的啊 有村民说的 这回可能是口角一来 这个欧金忠就算了 也不想活了 活着没什么意思 就把这个欧春久 他们家 给砍了 根本就不是什么 什么抗暴 你抗暴 应该杀那个欧玉木 既然你老婆说是 是欧玉木 导致你们家盖不成房 你一个杀 冤一头摘冤主 你杀他去啊 现在你看看 又带节奏了 开始带成什么 叫蹭干部 所会不成 直死 什么 无赖 欺压他们家盖房 我看这故事也变不长 后面信息再越多 他就漏洞百出啊 很多话我不愿意说太明 大家自己听就完了 还有认为我是大外宣的 这不是脑子的真实 我不知道他脑子怎么长 我也不是反对共产党 我这是 就事论事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呢 欢迎订阅 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